全部中国闽南文化节 及第二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 开幕 闽南文化节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 是由中国桥连福建省政府共同主办的 为期四天的活动中 泉州还将举行闽南族谷展美食节 和闽南地方戏曲展演 彩街是闽南群众喜爱的节日民俗活动 数百年前泉州元宵彩街就已经盛行 并世代相传 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闽南风情 晚上八点钟开始 大型的民俗彩街油灯 在泉州商城广场和几条主要街道上进行 整个活动由天下闽南市一家 四海一家亲 泉州闹元宵 丝绸之路等组成 以南戏南曲南少林为代表的闽南文化艺术 相继登场 形成一条沸腾的艺术长街 闽南的地域包括厦门 漳州和泉州 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代表城市 中国入险的十项联合国亚太组织文化遗产项目 泉州的黎元戏 墨偶戏和南音都在其中 彩街队伍中的民俗表演就融合了这些艺术 充分表现了闽南文化的深厚底域 伴随着彩街活动 五彩缤纷的烟花腾空而起 流光溢彩的烟花和丰富多彩的文艺彩街交相辉映 今夜的古城泉州溢彩分城 陈宇啊 据我们了解呢 除了这种极具特色的彩街活动之外啊 泉州的元宵灯也是非常出名的 是的 早在1271年的时候 犹太商人雅各就把夜晚的泉州誉为光明之城 其中花灯展在古城泉州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文明海内外 所以呢 元宵赏花灯一直是桥乡人民 延续百年的传统习俗 而且呢 就在彩街活动举行的同时 大家都会去街区观赏精致漂亮的花灯 现在我们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吧 泉州人呢 把过元宵称为闹元宵 今天晚上泉州的 泉州人呢 把过元宵称为闹元宵 泉州人呢 把过元宵称为闹元宵 《Gifts of Friendship from China》 当时 总统乃习修 你会这么好 一般大概没有人这么说 上鞋不使锥子真好 狗碾鸭子呱呱叫 这有困难 这困难就算了 有没有跟张宇尝试着合作呢 就最近吧 刚刚我们开始 反复的演练 怎么样 评价一下张宇 张宇是一个 就是那个狗碾鸭子呱呱叫的人 怎么形容我这句话 什么意思 张宇对待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待工作既认真又很松弛 而且始终地在让我松弛下来 这很重要 我看你以前主持节目的时候 没有搭档 现在忽然身边出现了一个 狗碾鸭子的这种搭档 然后适应不适应 两个人主持好像跟一个人不一样 对 因为你需要照顾对方 但是我现在受照顾的地方比较多 希望你也能照顾照顾我们张宇 再认识一位新的主持人 新华社消息 联合国大会9号以167票赞 就是我写的 你知道我今天看见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我觉得第一次看见整身的康会 我们这次东方市 在过去的100年中 整个世界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革 人类的命运改变了 妇女的命运改变了 你好 大家好 这个在半边天工作的这个编辑啊 主持人啊 特别注意捍卫 女性的这种权益啊 你到了这个新的集体以后 是不是 经常找事什么的 我像一个刺头吗 不像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们也在考虑男性的一些感受 我们希望李小萌的出现 不会给东方市空的男主持人带来压力 欢迎李小萌 谢谢大家 再来认识一位 昨天下午 97年度足球甲级联赛 最后一轮的六场比赛呢 在东南西北六个城市同时展开 几家欢乐几家愁 昨夜 该是有人彻夜狂欢 有人泪流满面彻夜难眠吧 欢迎 充满信心之外呢 还提出了其他的建议与看法 我现在站在这儿啊 越来越不自信了 我觉得人家可能会说 东方时空一句坏话 说东方时空挖墙角 挖得太厉害了啊 因为把各个栏目的主持人 都弄到这儿来了啊 可能是人心里一种 希望不断地寻求一种挑战 和一种新的一种 做一种更新的尝试的 这样一种心理吧 所以希望能够改变一下 我的工作状态 因为可能相对于四位总主持人来说 可能我是唯一一个变化最大的 因为三位以前都是做主持人 只有我是做播音员 方静的英语特别好 歌唱得更好 从事过这个郭兰英 是吧 那是很小时候的时候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给他起个绰号 叫小郭兰英 唱得特别好 想不想听 想 今天没时间唱啊 对不起 赶紧认识下面的主持人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就我穿的最少 没办法 年轻火力太壮了 给大家介绍介绍你 我好像就对你 这个背景还不太知道 我是广播学院的学生 我家挣天亮 完了 我的简历太简单了 就这么讲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简历 都会比你复杂 你跟他们在一起工作 有没有压力 有压力 蒙古的 每天早晨在屏幕上出现 眼睛都是肿的 跟我一样 欢迎郑天亮 欢迎 在进一家酒吧的时候呢 理由就是说 他的面部有点有问题 怕影响店内的生意 所以就不让他进酒吧 最后他把这个酒吧 告诉法庭 很多媒体在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都不约而同的 用了丑女这样一个代称 你说他这个当事人 听完这个 这种形容之后 感受又是什么样子 这个标题 媒体本身也有歧视的意思 对 问题就在于 可能自己还意识不到 自己有这种歧视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尊重人啊 真不是简单 一个商家 或者一个人的问题 它是一个全社会的氛围 一起这个社会进步的问题 好 今天的《纯明链接》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面呢 有四位观众 会带给您图案的消息 您先接 谢谢 现在我今天是 哪四位观众要参加的 来 来自于我们现在 可能我们都看不到的 我们意识不到的一些竞争 但我一直在说 这个竞争也给了我们 一个新的空间 让我们有一个方向去努力 看来我们今天 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想让大家试试 这个实话实说的主持 现在我临时决定取消 李小芒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他们没有认为 自己是一个主持人 而是把精力全部集中 在一个说的事件当中 我们可能会多少提醒自己 说我的表情啊 我的形象 我怎么来表达 可能往往会淡化 对事情本身的关注 这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 谢谢大家对中央电视台 对中国电视节目 一如既往的支持 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80年代以来 在国家以公代赈政策 和交通扶贫资金的带动下 农村公路建设 由75期间的年均新增 1万公里 上升到95期间 年均新增4.2万公里 到2002年底 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 已达到130万公里 乡镇行政村通公路的比例 分别达到99.4%和99.5% 按照交通部规划 到2010年 我国将实现 所有具备条件的 乡镇和行政村 都要通公路 县到乡公路 基本达到高级 次高级路面 乡到行政村公路 消灭无路面状况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今年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 为此教育部 对有关教学大纲 和课程计划进行了调整 近日出版的考试说明 在内容上有所删减 有关专家指出 今年高考命题的内容形式 以及对 社会生物学等学科的考察 对动物的育幼行为 家庭中成员间的社会关系 猴子栖息地的洞穴 及猴子冬天的食物结构 等方面进行了观察 将这一世界真心物种的研究 引向了深入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研究白头叶猴的社会行为 是科考队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广西重左地区 白头叶猴综合科考专家们 目睹了一场群猴大战的 罕见场面 而这也正是白头叶猴 家族形态转型的一个重要形式 这天下午 科考队员发现在 重左地区板栗乡附近 海拔高度约200米的 放牛山上 一个由多熊多瓷组成的 猴子家庭 正在安静的吃食树叶 突然不知什么原因 几乎家庭的所有成员 都停止了觅食 专家们也预感到 在猴群中弥漫着 一种紧张的气氛 原来一只外来的强壮公猴 不知什么时候 慢慢地接近这里 并向这群猴子年迈的首领 发起了进攻 为了保护家庭 家族中的五只公猴 都加入了战斗 刚开始似乎入侵者占优 他凶猛地垂直跳跃十几米 攻向猴群 但在众多猴群的围追下 入侵者渐渐失去优势 最后落荒而逃 我们刚才看到的呢 是一个新入侵的公猴 在攻打一个多刺多凶群 那么这个多刺多凶群呢 是一个老是在上一次战斗中的 一个战败者 那么他在上一次战斗中呢 失去了几个母猴 他只能带领他的孩子 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那么我发现在一群中呢 他有三个儿子 是年龄比较大的 是已经接近于成熟 但是呢 他并没有去攻打别的家庭群 而是仍然留在这个群中呢 帮助他的父亲 驱赶外来入侵的公猴 保护年幼的弟弟妹妹 这是白头叶猴的社会中 一种住家行为 是我们最近刚刚发现的 据了解 猴群中一只公猴 再加上三到十二只母猴 是白头叶猴群落的主要形式 在这个家庭中 大公猴唯我独尊 但好景不长 他的家长地位 一般在维持三到六年后 就会被一只更强壮 外来的雄性入侵者取代 科考队在观察时发现 一只公猴的耳朵残缺 据推测 这极可能是在某次争斗中 留下的印记 可以想见猴群中 这种家族统治地位 争夺的惨烈程度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记者从铁道部春运办了解到 今天全国各火车站 学生客流已全面回升 铁道部要求各铁路部门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学生按时返校 据介绍 节后全国铁路发送学生 约六百万人次左右 正月十五至十八 将是大专院校学生 返校最为集中的时段 为此铁路部门调整运力 在重点地区加开学生专列 从今天开始铁道部 国家五个一工成奖 而他的妻子青年 敌销演奏家曾格格 则以高超的音乐技法 和感情细腻的演奏 积蓄东方神韵 江泽民曾为曾格格 亲笔题词 敌声研制 精益求精 好的朋友们 明天再会 展开想象的翅膀 一起动手动脑 这里是我们共同拥有的 意想天开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朱磊 让我们在这个 多姿多彩的世界里 一起用双手说话 用头脑再跑 当我一提到 教室这个词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眼前 都会浮现出它的样子 有刻桌 有黑白 有粉笔 没错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什么都变了 只有我们的教室没变 还是老样子 不过呢 今天有几个 不安于现状的同学 将要对教室进行改造 请看今天的 教室一荣术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说黑板 凡是上过学的人啊 就肯定擦过黑板 那么您在擦黑板的时候 在想什么呢 有一个叫周夏宜的同学啊 就在擦黑板的过程当中呢 得到了发明的灵感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周夏宜 来自湖北一昌一周 活泼开朗的他 最喜欢暑夜晚的星形 平时我们都像这样擦黑板 这样擦黑板 既浪费时间 又不卫生 每次擦完黑板都弄得满身 都是很笔灰 然后我就想能不能 发明出一种 既可以节省时间 又可以更加卫生的黑板 然后我就发明了 这样一个黑板 它的四周 都是由铝合金的框架组成的 下面有两道斜槽 可以使两块黑板 自如地滑到 另一块黑板的后面 就像这样子 然后在滑出来的时候 黑板上面的字迹都没有了 它的主要原理就是 在黑板的后面 有两道黑板擦的刷毛 在滑动的时候 黑板面和刷毛之间 通过摩擦 就擦掉了黑板上面的字迹 这样它既可以节约时间 又可以更加的卫生 有了这样一个黑板 老师和同学们 就不会再受粉尘之苦了 不过呢 老师和同学们 究竟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呢 让我们来听听 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那个黑板 它如果做的比较大的话 它应该会比较重 那么拖动的时候 就会比较费力 我就希望如果可以改进的话 在下面加两个滑轮 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话 应该会省力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想 红温高照闹元宵特别节目 是一台以中央电视台 国际频道 特兰幕主持人 及幕后工作人员表演的 节目为主 而创作的玩意 马会现场 气氛热烈 高潮迭情 到处洋溢的欢歌笑语 力图实现国际频道 与全球观众的情感互动 将近乡 将近乡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政策的开放 吸引着一批批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 时至今日已有15万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海外留学人员 踏海而归 这些被称为海归派的留学归国人员 在中国经济舞台上 不断创造财富 创造自己新的生活 我们来看笨小康系列报道 今天是第14集 海外归来化创业 获得法国居里大学生态学博士学位的 张树毅 95年回到了国内 中国科学院100万元的资助 让张树毅启动了 一系列有关动物行为生态学方面的研究 随后他的课题组又得到了 国家自然经济委员会等部门的资金上的大力支持 这一切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几年来 张树毅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他带领的课题组 已获得了多项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成果 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说实验室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非常空白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像这个冷冻离心机 像那个这两个皮虾二姨 在国际上都是最先进的 可以说跟国外的很多比较好的实验室相比 那么我们的一期设备也是很先进的 1995年 张树毅的妻子也同他一起回到了国内工作 如今他们的这个地点来搭舞台 美工部门是如何力尽艰辛 才找到这个既符合剧情需要 又符合导演要求的地点的 还是听听导演和美工他们自己说吧 我们想拍三个地方 一个是对面的山头 那个有长着松柏的那个山 那个演员就死在埋在那 一个是从这能看 从那个山上能看得到的一个舞台 但这两点呢 又必须跟一个东西联系起来 就是黄河 所以要有这么三个要素 山头 舞台和黄河 我们想把它这样的 也有一种主题暗示这里边 对吧 所以这个点千难万千把它选到这来了 选这个地方选了可麻烦了 因为导演当时我们一块就看了剧本 分析了剧本以后啊 想选一个既苍凉 又能代表河南这种氛围的地方 找了好多地方 包括登峰那种石头的山 但是看了以后感觉不是太碎 也不像这种文化 黄河母亲这种感觉 后来就一直往这北方 北边找到黄河边 终于找到这 这边是冰陵黄河 从高山上可以看到这个舞台 也能透着黄河 体现中原文化 要运将近八立方米的木材 和其他材料到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 路途的街心是可想而知的 美工告诉我们 材料运来的那天 因为路不好走 两辆货车开到天都黑了 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因为前几天已经下了一场大雨 把他路全冲坏了 我们开的车 就是小面貌车勉强地下了 下了以后就和合物局同志 就商量这个路 我们将来要用 他们就也挺大力支持 就派他们专门 就是防汛用那种大的那种推土机 整整推了两天给推好 推好了以后 就是拍摄的计划变化很大 中间又空了两天 第二次我们又打电话过来 我说我们准备去了 说不行了 路又冲坏了 就没办法又第二次又推 经过三天的努力 戏台终于达成了 今天就要在这里 拍一出感人至深的戏中戏 为了拍好这段戏中戏 各个部门和演员 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不仅如此 这片部门还动员了 数以百计的老乡来现场看戏 换句话说 不仅在舞台上表演的是演员 就是坐在台下看戏的老乡也是演员 舞台上樊黎花和薛丁山 正打得热火朝天 舞台下热心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地入了戏 然而在喧闹的锣鼓声中 一场悲剧正在悄悄地降临 不过别紧张 这只是在拍戏而已 全剧的一个高潮 就是剧团在这个矛盾 波折坎歌过程当中 经历了非常大的苦难 以后剧团没有死掉 这批艺术家没有死掉 他们照样走下生活 到这个自己去联系了台口 到遥远的山西的黄河边上 去唱高台一唱唱两三个月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一个演员还死了 这是全剧的高潮 黄河在离舞台不远的地方静静地流淌着 带走了无尽的悠悠岁月 留下了说不完的故事和数不清的英雄 32集电视剧《今生是亲人》 讲述的是一个骨肉亲情的故事 在这部戏当中 碧梦萍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但这个角色让我们感受到了 母亲的无私和伟大 演员冯献珍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深的体会 让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碧梦萍是剧中的核心人物 所有的矛盾冲突 由始至终几乎全部围绕着它